OK,给大家说一下,我一个04年的小伙子,然后从游戏主播转做背包客这一个月的感受与经历上 给兄弟们说一下,就是我这段时间在发芽美当背包客的这一个月吧,我的感受就是你一定得具备货客能力,知道吧 你要得去有能有单的这个能力,这个得要你主动去找的 不会说你在那不动单又来了,得做很多的东西,得有这个能力,要不然你可能会面临就是三五天都没单这样 你就很难受,知道吧,他这个工作不稳定,就是毕竟是自己做事情嘛 就兄弟们消耗这一点,再决定要不要来这边干,能不能成熟的住三五天这样就是没单的情况 从嫌疑什么活客已经很难了 得会拍抖音啥的,知道吧,得有获取流量的这个能力 然后才决定要不要来这边,这边的生活成本很高 你像我的话,第一个月,因为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在这待下去嘛 第一个月我住宾馆最便宜的是花了两千二 然后后面又住到这边的话是花了三千七百多,就是总共的话住房花了六千将近 然后的话就是其实兄弟们对于说学测机什么的,其实测机这些很简单的 基本上你多学学多看看就行了,不用人去带你啥的 你只要啃多看多学多问就行了 就主要重要的还是获客的能力,然后干二手机的话有很多兄弟说 要不要什么资金啊,确实是要一点了,但不多说实话 资金的话就一两万这样就可以,慢慢来嘛 客户慢慢记得也啥的 反正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嘛 但我感觉就是 呃,相对来说的话,呃,打工的话可能要轻松一点 就你不用这么累嘛,自己去找客户啥的 啊,当然我说的是那种就是 不是说在电子厂啊,在电子厂的话那样可能会 相对来说会更累一点 OK了兄弟们 因为我白天的时候在那个地铁路的,他那个声音太大了 然后就,然后就单独录了一下 然后就,然后就像那个调查了 然后就,然后就像那个调查详 可以吧,就像那个调查人的话